我们请 谢谢Francis 大家平安 听得清楚 我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 认识并经历神的良善 大家觉得这是不是 都明白的都知道的 就神的良善 是不是 可能你们在想说 这个题目太浅浅了 来一点有深度的分享 好不好 有没有想到 如果你信主有一段时间 那肯定大家都听到 我想连我们的小朋友 可能都听到 我们来一点互动 我说上句 大家说下句好不好 God is good God is good God is good 所以当我们 口里说出 或者把这句话 常常放在我们的嘴边 说 God is good all the time all the time God is good 那你心里 那你心里有没有真实的相信 你心里有没有真实的相信 还是就是在头脑里 在那里一个知识 成为我们的知识 但不是在我们心里 真实的相信 你可以问问自己 我诚实的说 以前我真的也常说 God is good all the time 但是我没有真实的相信 我心里没有真实的相信 他只停留在我的头脑当中 那我讲这句话 好像 God is good all the time all the time God is good 好像我很属灵 我很认识神 但其实我的生活 并不是这个样子 没有在我的心里 留下刻痕 神是良善的 我们所信的这位神 是一位良善的神 所以今天我想分享 认识并经历神的良善 虽然你觉得这个题目 可能蛮浅显的 但是真的我渴望说 我们每一天都能够 来经历神的良善 他的恩赐 他一切的美好 我们来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谢谢你用你的良善 用你的慈爱 来吸引我们 因为你渴望我们更认识你 更加经历你是这位良善的神 更加经历你一切丰盛的恩典 阿爸 我求你今天 求你将那智慧与启示的灵赏给我们 使我们真知道你 真认识你 是从心里来真实的相信 是在我们的生活中也能够经历 你是这位满有恩典 满有怜悯 这么良善 阿爸 谢谢你 谢谢你今天 祝你使用孩子来向你所爱的这些蒙爱的你的儿女们来说话 来分享 来分享 来激励 来鼓励他们 主 求你今天向我们彰显你一切的恩赐和良善 主 谢谢你的同在 谢谢你今天要向我们来启示 要向我们的心来说话 阿爸 我们满心相信 我们也温望你今天 丰丰富的充满在我们当中 今天愿你得着你当得的荣耀 谢谢主 奉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好 我们首先来读四篇八十六篇第五节 一起来 主啊 你本为良善 乐意饶恕人 有丰盛的慈爱 是给凡求告你的人 阿们 其实如果你用圣经的软体 你search一下 讲到神本为善 本为良善 讲到就是神他 耶稣华本为善 这样的经文 差不多有二十 差不多有二十处 无论是旧约 主要是旧约 那新约也有 所以良善 从旧约到新约 一直是神要向我们开启 向我们启示的 因为良善就是神的属性 是神的本质 那我们无法更多经历神的同在 更多享受他的平安的一个拦阻 就是我们相信神是谁 神是怎样的一位神 他是怎样的一位神 那当摩西在西乃山 与神相遇的时候 与神面对面的时候 那神就宣告他自己的名 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 第六节 神说 耶和华 耶和华是有怜悯 有恩典的神 不轻易发怒 且有丰盛的慈爱 这就是我们的神 这就是我们所相信的天父 他本为良善 就像四篇八十六篇所讲的 他乐意饶恕人 他有丰盛的慈爱 而且他的慈爱是永远不改变的 不会一会儿说 根据你的表现很好 你今天很属灵 很好 哇 你今天来参加聚会 你今天没有迟到 你今天有读经 有祷告 哇 神就多爱你一点 然后他的慈爱是不改变的 所以良善 我们的属性 是神的本质 那如果我们没有办法 相信我们所信的这位神 是良善的 我们就无法与神的关系 更加的亲近 其实也拦住我们 更多的来领受他的祝福 我想用一个比喻来说明 用一个比喻来说明 比方说在你的朋友圈中 有一位你的朋友 公认为 大家都认为说 他是很善良的 他是个大好人 非常的善良 诚实可靠 很愿意帮助别人 当看见有人有需要的时候 他就伸出援手 而且他非常的善良 你永远可以依靠他 你有需要的时候 你是不是会找他来帮忙 那如果你其他的朋友 他们可能有的有点自私 当需要你的时候就来找你 不需要你的时候 就不理不睬你 或者有的朋友 你只能跟他吃吃喝喝 像酒肉朋友似的 那可以有苦同享 但是有苦就没办法同当 所以在你遭遇患难的时候 在你有困难的时候 你会不会找这样的朋友来帮忙 不会对不对 我们来读纳红书一章七节 耶和华本为善 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 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 阿们 我们所信的这位神 他是本为善 他是最可靠的 他是最可靠的 所以God is good all the time 你永远可以依靠他 特别在患难的日子 他常为你的保障 常为你的保护 常为你随时的帮助 因为他是用笑脸 帮助你的神 所以当我们口里所说的 神是好神 他是良善的 那与我们心里所相信的 如果不完全的一致 在你患难的时候 你会不会来找他 所以我们如果不完全相信 神是良善的 我们就会用自己的方法 自己的力量 用我们的聪明智慧 想来解决问题 当你有困难的时候 你会用尽一切的办法 找你的朋友 或者用你的关系 用你的聪明智慧 用你的资源 想来解决问题 可能最后 无路可走的时候 你才会来找神 所以 这里特别 我讲到 正确的相信神 胜过人的用力 我们常常是心都用力 用尽了我们所有的力气 精疲力尽 在没有路可走的时候 最后我们来找神 其实我们是不是 浪费了我们的精力 时间 资源 甚至走了弯路 最后我们可能 才来找神 因此 我们心里 真实的相信 神是良善 我们认识神是良善 是我们信心成长的 一个必要的 必要必经之路 所以我们信心要想成长 就首先要认识这位神 祂是良善 是好神 我们来看诗篇145篇 8到9节 一起来 耶和华有恩惠 有怜悯 不轻易发怒 大有慈爱 耶和华善待万民 他的慈悲 不必他一切所造的 阿们 所以你可能觉得说 那我要怎样来认识 神的良善呢 我怎样能够真实的认识 这位神 祂是好神 是良善的 首先我们就从真理上 来认识这位神 祂是一位良善的神 因为祂说祂是谁 神说祂是谁 祂就是谁 因为祂的话 没有一句 是突然返回的 祂说有就有 祂命力就利 祂绝对 祂所行的所做的 不会违背祂的话 所以这里讲到说 耶和华有恩惠 有怜悯 不轻易发怒 大有慈爱 祂善待万民 祂善待我们每一位 祂善待我们每一位 祂的慈悲 复辟祂一切所造的 在马太福音第五章 讲到说 祂叫日头造好人 也造改人 祂降于给义人 也给不义的人 也给恶人 这就是我们的神 那你其实你可以去查 诗篇很多都在说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 因为祂本为善 祂的慈爱永远长存 祂的信实直到万代 像诗篇一百篇 诗篇一百零三篇 这里诗篇一百四十五篇 诗篇一百三十六篇 许多 那当所罗门 他们建完圣殿 限殿的时候 在历代之下第五章 他们众祭师 一起众会众 一起来称颂神 他说 耶和华本为善 祂的慈爱永远长存 那个时候神的荣耀 就充满在圣殿 所以你从圣经当中 从神神的话语当中 来认识 祂是这位良善的神 祂是这位有恩典 有怜悯的神 我光明牧师 上一次在这里分享 我们去年九月 九月底十月初 回国探亲我的父母亲 那在我们回国之前 我父亲就因着肺炎 住了医院 那他在医院 差不多一个星期 所以我们回去的时候 他刚出院 还不到一个星期 身体很弱 我第一眼 我进到房间 第一眼看见我父亲的时候 哇 我都在流泪 因为他要我哥哥掺着他 才能走路 身体非常的虚弱 那我心里就又难过 又愧疚 因为我没有办法 一直照顾他 而且因着疫情 已经有差不多五年的时间 没有回去看他 所以我心里又有亏欠 又有一点点担忧 父亲怎么 这几年老了这么多 身体这么的虚弱 那他刚出医院 所以无论是上厕所 洗澡 起床都要人照顾 很虚弱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祷告 就跟神祷告 说主 你来强健我父亲的身体 你来医治他 让我父亲的身体 能够越来越好起来 其实我父亲去年87岁 今年已经88岁了 我这样祷告有点危险 对不对 那他的身体 可能只能越来越弱 都快90岁的人了 但我就有信心祷告 我说主啊 因为在诗篇103篇 第五节的说 神说 他用美物使我们所愿 使我们所愿的得以满足 以至于我们可以烦恼关头 我说主是可能的 让我父亲的身体 可以越来越好 而且主 我也没办法留下来 继续照顾我父亲 我还要服侍你 你自己的话说 若有人服侍我 我负必尊重他 我说主 你让我回到美国 继续服侍你的时候 可以没有后顾之忧 所以主求你来 想见我爸爸的身体 来医治他 那可能没办法完全医治 但是让我爸爸的身体 可以越来越健康起来 可以自己走路 不需要人 搀扶他 那我爸爸的饭量也很小 所以你让我父亲的饭量 也可以加征 让他的体重可以加征 他体力真的可以是 力上加力 恩上加力 我们就这样祷告 那很奇妙 我们回去其实第二天 我想也许我爸爸 看见我们也高兴 哇他的身体就明显的好转 我们在我们还没回来之前 他就已经可以跟我们 去到外边去去吃饭 去餐馆吃饭 呀他是饭量也加征了 呀我记得我妈妈 呃就是前两三年哈 每次跟他打电话 就是说我爸爸的身体 越来越糟糕啊 然后他嗯 他他要吃好我爸爸 他已经都觉得很累 就有时候会有点抱怨 我爸爸的身体啊 但我们从啊 就是去年十月份回到 回到美国啊 每次我跟我妈妈打电话 他就说 哎我爸爸的身体越来越好 他真的饭量也加征了 越来越好 呀而且走路比以前也快 你想想是越来越有力量 走路也比以前快了 因为以前他们俩出去散步 我爸爸我妈妈就说 你爸爸就是小脚老太 国脚老太 就走的小碎步啊 很小 但他说现在他们俩可以出去散步 四十多分钟 给你身体越来越好 我妈妈再没有一句 有一点点抱怨我爸爸的话都没有 那就是神的恩典 他的良善 他的良善 你也可以这样的来经历 神的良善 因为他的话语 我就抓住神的话语 主你说 我们服侍你 你就必尊重了 让我们可以无后顾之忧 而且在四篇一百零三篇 他讲说 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 一直我们一切的疾病 所以你可以来认识他 来经历 来经历他是这位 这么良善的神 他顾念我 他顾念我们 他看顾我们 他医治我们 他供应我们 是用笑脸帮助我们的神 那也可以从神的作为 给他认识 是良善的 从神的作为 我们来读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六十八节 一起来 你本为善 所行的也善 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 所以神他自己的话说 他是善 他是良善 所行的也善 有的人可能 说的一套 做的一套 特别是 politician 那些 要选举 选举之前 就有很多的promise 对不对 就说 如果他被选上 他可以为大家做这个 做那个 但是有的时候 常常失言 可是我们的神 绝不失言 他这里讲到说 他奔为善 所行的 也善 他所行出来的 也是良善 所以神所做的一切 在诗篇一百四十五篇十七节 我没有放到这里 诗篇一百四十五篇十七节 我念给大家 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 无不公义 在他一切所做的 都有慈爱 他一切所行的 无不公义 他一切所做的 都有慈爱 所以神所做的一切 都是出于他的慈爱 都是因着他的良善 他的动机 他的intention 都是慈爱 良善 因为他的恩慈 他的慈爱 来吸引我们 来奔向他 他的恩慈 他的慈爱 来吸引我们 来回转 归向他 来悔改 就像罗马书二章四节所说的 那两周前 在我们教会有一个天国文化的conference 我们邀请了Bethel Church的一个团队 来我们当中分享 那他们有的时候 在分享的时候 就圣灵感动他们 他们就 如果圣灵感动 他们要为谁祷告 发预言 他们就会当场 就请人站起来 为他 就叫人起来 为他发预言祷告 祝福他 其实就是祝福他 鼓励他 那 在聚会当中 他们就有感动 为我们当中一个姐妹祷告 那 祷告的 真的让人很感动 就是鼓励他 许多祝福的话语 是神透着 他的仆人所讲的 那你知道那个姐妹 其实都 疫情之后就再没来到教会 就再没来到教会 所以他那次来 神就 用他的恩赐 良善来吸引他 就来鼓励他 我听了 我非常的感动 以我们 人的逻辑思维 以我们人的看法 会觉得说 应该为这位 文公祷告啊 他服侍神很辛苦 他很忠心啊 应该为 小家长祷告 为带领敬拜的祷告 他们多属灵啊 神却让一个 都很久没来教会的人 被祷告 被祝福 这就是他的良善 因为他要吸引我们 来靠近他 来 他鼓励我们 他把你有一点点力量 你来到他的面前 他都不会使你失望 那你说 那比方说像 同工那么辛苦的 服侍 主你怎么都没有 借着你的仆人 使你为他祝福 其实 神会以其他的方式 祝福 但是那个时候 可能那个很久没来 教会的姐妹 他更需要神 那个时候 神要向他 彰显 他的慈爱 那你说 神所行的 那在旧约 你听没听到 有人问你说 旧约的神 很严厉 常常施行 审判 他说 我读旧约 我就觉得 这位神 好像没有 那么多的爱 不够 有怜悯 不够 良善 不够 有恩赐 还是新约的神 旧约的神 那你说 从神的作为 认识 他是良善的 旧约的神 好像就没有 那么良善 其实 就像四篇 145篇 17节 所说的 他所 做的一切 都是 都有 慈爱 都有慈爱 那 我们要 真的 求神 开启我们 更多的来认识 他的良善 在以西节书 因为我 我引用很多经文 我怕大家 读太多的经文 我没有放在 PowerPoint的里面 在以西节书 33章 第11节 以西节书 33章 11节 我念给大家听 神说 他不喜悦 恶人死亡 为喜悦 恶人 转离 所行的 道 而 活 他不喜悦 恶人 死亡 为喜悦 恶人 转离 所行的 道 所以 神有的时候 一直宽容 一直忍耐 一直给人 有机会 回转 他渴望 人人 都 都能够 认识他 都得救 都得到 更丰盛的 生命 这就是 神 他所要 他的良善 他的恩 我们来读 约翰福音 一章18节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 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 将他表明出来 阿们 所以我鼓励你 可能旧约 你读旧约会感觉到 会 有点困惑 或者有疑问 说神好像没有像新约那样的 有恩典 有怜悯 但是 主耶稣来 他就是要显明 我们的天赋 他是良善 主耶稣来 他就是要向我们 来显明 来展现 天赋的 慈爱 良善 因此在路加福音 在约翰福音 十四章 第九节 当斐利 问主耶稣说 求求你将父显明给我们看 求你将父显给我们看 主耶稣说 看见了我 就是看见了父 也就是说 我们看见了耶稣 就是看见了父 我们 其实在 约翰福音十四章 第七节 主耶稣说 人认识我 也就认识了天父 人认识我 就认识天父 所以我们更多的认识 主耶稣 他所说的 他所做的 你就更认识 这位良善的天父 就更多的认识 我们的父是何等的 良善 有恩典 他记得 当一个妇人 行淫的时候 被抓了 他们这些法利赛人 这些文士 把这个行淫的妇人 带到主耶稣的面前 他做了什么 主耶稣做了什么 有没有拿石头 打死这个妇人 要根据旧约的律法 是要拿石头 打死这个行淫的妇人 对不对 但是主耶稣 他却没有定罪 他没有定罪 他是那样的 尊荣的 把这位妇人扶持起来 就像圣经上所说的 跌倒了 他扶起他来 神扶起他来 所以让这位 他不是要 绝出来 不是要定人的罪 他是要救我们 脱离罪 大家记得 那个税启 杀该 被世人所唾弃 所藐视 因为他就有点像是 叛徒一样 他为罗马政府 来做事 来剥削 来剥削 犹太人 他本是犹太人 他就是帮着罗马政府 做事 所以被 被大家认为 像是叛徒一样 推着 但是 主耶稣却说什么 杀该 快下来 今晚我要住在你的家 当着众人的面 耶稣来展现 天父的慈爱 良善 恩慈 所以 你可以 从主耶稣 所说的 所做的 来认识 我们这位天父 他是何等的 良善 有恩典 我们也可以 从我们的经历 来认识 神是良善 我们一起来读 诗篇 三十四篇 第八节 你们要常常 主恩的滋味 便知道 他是美善 投靠 他的人 有福了 也就是说 神他的良善 是我们可以 经历的 是可以经历的 我们以前 认识一对夫妻 他们非常喜欢美食 有的时候 可以从 Plazantan 开车到Sacramento 就是为了 去吃一餐 去那个餐馆 因为那个餐馆 好像有 日常的自助餐 perfect 非常的丰富 所以他们可以 开车 开一两个小时 就为 去吃一餐 因为太美味了 太享受了 那主恩的滋味 他美善的滋味 也是我们可以享受的 所以你 你不可能 一直听的 听别人说 你要去那家餐馆 那家餐馆的食物 多么的好吃 你一直听 你就满足了 你肯定要去尝尝 我们的神的良善 也是我们可以经历 可以尝到的 可以真实的去 去经历 那我们 原来住在 Fremont 后来我们 来到三谷 来 开拖 开拖分堂 那我们 刚搬到三谷的时候 我们就租房子 所以在Fremont 那时候 我们预备 要搬到三谷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 找房子 哇 很贵 那时候 就是租房的 就很贵 我就看好了 一个地点 它有condo 在租租 我跟光明 我们在网上看到 就觉得说 这个很好 因为那是教会 要出租金 所以我们就想找的 又便宜又好的 为教会省点钱 所以我们就看好 一个two-bedroom的condo 我们就要去租 那我们就去看了 看了就觉得 有点就是地点 都很好 也很安静 还算满意 但是有点旧 因为前面的 Tenit 前面的租客 在那里住了八年 所以地毯 有一点点脏 我们就问说 那能不能稍微 清洁一下 换一换 那owner 就说 你不要有许多人要 那个时候真的 很hot 然后我们说 好 我们再想一想 可能我们也会要 那我们要不要 你要不要等等我们 等我们 在联络这个owner的时候 他就已经租出去了 就租出去了 那我就跟神说 我说主啊 我们祷告觉得 好像就应该在 在那个 那个complex里边 好像这是你 为我们预备的 怎么就租出去了 后来我就跟光明说 我说我们开着车 再去再去 因为那是一个 condo的complex 有很多间 我说我们就去 那个地点 我们开车去走 就去祷告 行走祷告 我说 我觉得这是神的旨意 那怎么没有成就呢 我们就开着车 再去再去祷告 然后 因为已经被租出去了 我们就还得再找 再继续找 再继续找 觉得都不合适 都不合适 也去看了别的 就觉得不合适 我就继续跟神祷告 我说祝我 我就觉得 那个地点是你为我们预备的 结果我们又上网 就看一个不常见的 那个不是很common的 那个出租的网站 就看到又有另外一间 在同一个那个complex condo也是 2-by-room 在出租 这回我们就学金了 我们就带着 那个支票本就去 因为人家告诉我们说 如果你觉得合适的话 你立刻当场就要签约 所以我们就带着支票本 就去看 结果这个也是2-by-room的condo 真的比那个更好 因为是有人投资房刚卖 而且还装修了 还装修的 因为那卖的 卖之前有些装修 就是更新更好 同样的地点 神就把这样的赐给我们 我们当场就签约 所以你要知道 有的时候可能你觉得说 遇到一点点困难 但是神是要我们 持续的要来祷告 不放弃呀 那我们住在那里 就觉得真的很棒 因为租金地点 都蛮合适的 但是后来我们就发现 有一点我们忽略了 客厅和厨房都太小 因为它是condo to bedroom 客厅厨房太小 因为我们有时候开同工会 我记得有一次开同工会 我们要把茶几 都从客厅搬到bedroom里边 然后才能装得像大家 我们因为大家在一起 先吃饭 然后再有点讨论 祷告 所以客厅不够大 那我们第一年的感恩节的餐会 我们也邀请一些福音朋友来 所以光明就大漏伸手 就煮了很多菜 厨房太小 做的菜都放不下 就厨房小 当时我心里就说 主啊 我就有一个可想 如果我们厨房和客厅都能大一点 服侍你就更方便 我觉得心里只是有这样的可想 那一年朱期到了 我们就祷告要不要续约 是续约还是在找新的地方 我就祷告 我说主如果要找新的地方 让我们的客厅和厨房都要大一点 对我们的服侍比较有帮助 所以就在我们祷告 还不自清主要续约 或者是找新的地方的时候 就另外有一个教会 一个姐妹 不是我们教会的 另外一个教会的姐妹 就打电话给我 我就说 阿燕传道 你是不是在找房子 我说你怎么知道 我说我们是在考虑 他说我刚买了一个condo 是三个bedroom的 是在圣尔梦 学区很好 最好的学区 他说 你要不要来看一看 如果合适就租给你们 然后我就一听 我就觉得不合适 三个bedroom 我们不需要 我们就需要客厅大一点 厨房大一点 就够了 那我们就两个人 又没孩子 不需要三个bedroom 三个bedroom 肯定要比 two bedroom要贵 那学区又好 那租金也更贵 然后我就说 不要了 我们只需 two bedroom 我说谢谢你 你再找找别人 他说没关系 你去看一看 后来我们就祷告 光明就 祷告的时候 就看到一个异象 他说那我们去看一看 如果是的话 神就会显明 我们就去看 他去一看 就跟他意象中看到的一样 说是 那我说是的话 那我们可能租不起 这么贵 那我就 那个姐妹 就问我们说 你现在的租金是多少 我说我现在租金多少 多少 她说那就照现在租金 租给你们 我说 哇 那这样子你受亏损了 你损失了吗 对不对 你本来可以租出去 是三个bedroom 你按two bedroom的 其实two bedroom 那个价钱都有点低 我说你受亏损了 他说没关系 我就当做奉献 神的仆人能住我们的房子 也是我们的福分 他说总比租给外人好 那他就租给我们 那既然光明他祷告 也证实是神的心意 后来我们就住进去 那个客厅和厨房 厨房是开放式的 所以就比较大 客厅也比较大 有一次我们也是感恩节 甚至全教会都来我们家 来聚餐 楼下是小孩子 他们有一桌 楼上有两三桌 地方就很大 真的你就看见 神他的良善恩质 哪怕我们心里有个可想 我们没有说 一直这样的祷告 但是神他都 因着他的恩质良善 他愿意为我们成就 所以你可以更多的来经历 来经历这位神 你也可以从别人的见证 不光你自己的经历 从别人的见证 来经历神是良善 他是满有恩典 满有怜悯的神 有丰盛的慈爱 那我们当中有一个姐妹 她已经退休了 其实她 就是到处去旅游 悠哒悠哒悠哒的 那来教会也是 又一搭没一搭的聚会 有一点点事 就不来教会 差不多两年前 就是2022年 2022年4月份 她就被检查出来肺癌 而且已经有传到 传到就是有转移了 她就有肺癌转移 那她跟我们讲的时候 我们就说好 那我们全教会为你祷告 我们全教会为你祷告 我们也鼓励她 花更多的时间来寻求神 来祷告神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她就常常的 跟我们一起祷告 然后她的家也被兴起来 她的姐姐 哥哥 他们都是基督徒 都住在不同的地方 他们每天早晨也开始 为这个妹妹祷告 所以她就借着 这样子的祷告 我们就看到 她的生命持续的成长 她自己都做见证 所以以前她 她信主那么多年 可能就是个属灵的阴寒 但是借着这个 不容易的环境 即便不是从神来 但是神却可以使用 不容易的环境 来制作我们 来使我们长大成熟 我们就看见她的生命 持续的成长 而且她后来就 也做了化疗 她做了化疗 因为医生都说 不能开刀 不能开刀 她的肺癌 还是很罕见的一种 也没有什么药可以治 又不能开刀 后来医生就给她 用一种特别的 还在做 clinical trial的药 来看一看 有没有效果 有没有效果 那有点像是化疗 所以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 她的身体 没受到任何的影响 没有掉头发 没有 她甚至还出去 vacation 还去了一次 还是两次 欧洲 vacation 那她的别人 看不出来她生病 后来她在教会 做见证 有新来的人 哇 真的 她有癌症 不知道 都看不出来 她身体也没瘦 头发也没掉 哇 国梦乱跳 真的 我们真的看见 神的恩慈良善 彰显在她的身上 她现在仍然 还是很健康 当然也没有说 看见说 惊人的神迹 说完全得医治了 也没有 可是真的 神的恩典够她用 她完全不像是 有癌症的人 她照样吃 吃喝 享受 但是 她确实 她对神的信心 她的 跟神的关系 都完全不一样 那她现在 也持续地去帮助别人 她以前的 以前的工作的同事的女儿生病 她就开始去传福音 去为她祷告 然后有人介绍 她完全不认识的 人得了癌症 她也去为 为他们祷告 她甚至在Cruise上 看到有人 有人有需要 她也去为人祷告 现在不再像以前那样子 是为自己而活 她真的是为神而活 一直为神做见证 她的见证非常多 非常棒 我真的都讲不完 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从她的身上看见 我们这位神 是那么的良善 有恩典 是那样的丰盛 神要把这丰盛的生命 一直的赐给她 那我们其实 我没有列出来 我们也可以 从神所创造的大自然 祂所创造的万物 而认识 祂是这位良善的神 我们今天来的路上 开车 来的路上 就开始下雨 然后忽然间 其实我们在开车路上 我们也在祷告 然后忽然间 我们就看到有彩虹 对不对 大家都看见彩虹 你们看没看见 双彩虹 双彩虹 我们就看到双彩虹 我心里就很感动 你知道吗 彩虹其实是 彩虹的意思 在圣经里是什么意思 彩虹 有没有什么代表意义 神的怜悯 神的怜悯 记不记得 在创世纪第九章吧 当洪水之后 大洪水之后 神与挪亚立约 然后他说 神说他把彩虹放在云中 作为立约的记号 其实就是他的怜悯 神说他怜悯 他怜悯人 他不再用洪水来审判 启示录第四章 也讲到 在神的宝座周围 有红环绕 所以彩虹是讲到神的怜悯 我就感觉说 哇神真的 他甚至用他所创造的 天象所创造的万物 你再告诉我们 再向我们述说 他的怜悯 他的慈爱 但是我们要想经历神的良善 要想经历神一切的恩慈 是有一些拦住 会拦住我们来经历的 我在这里就分享几个 首先就是谎言 谎言拦住我们认识 并经历神的良善 谎言 那常见的谎言就是 用我们的现状来定义神 用我们现在的 现在或过去的经历来定义神 是否良善 比方说 如果神是良善的 是蛮有怜悯 蛮有恩典的神 那为什么会让这些事情发生 那为什么我会这么惨 那为什么我的孩子如何如何 那为什么我等等的 听到这样的一些疑问 对不对 有时候甚至我们自己 可能都想过 神啊你既然你是有恩典 有怜悯的神 你是这么的良善 那为什么会让这些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 那为什么 我们有很多的为什么 刚才我分享说 可以有时候我们可以从我们的经历来认识神的良善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因着我们的经历 我们就觉得神你并不是良善 神你并不是良善 所以如果我们有谎言的话 我们可能就会怀疑神的良善 那你可以怎么做呢 你可以问神说 神啊你的真理是什么 你的真理是什么 找出相对应的真理 以真理来取代谎言 就宣告真理 就一直宣告真理 我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 那我 其实我上高中的时候就离开家 就住宿 就住宿 然后上大学来美国 所以我teenager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得靠自己 因为就出来嘛 离开家 我得靠自己 我没办法靠任何人 而且我父亲 我父亲脾气也不太好 脾气不太好 不是不轻易发怒 是常常发怒 所以我就觉得说 哇有时候我爸爸心情不好 你都不敢去求他 或者去跟他讲什么 还是靠自己来的保险 我信主之后 因着我对我父亲的这样的认识 和经历 会觉得天父可能有的时候心情不好 那他如果心情不好 他生我的气 我来求他 他能帮助我吗 还是靠自己比较可靠 所以我其实就一直靠自己 很辛苦 很辛苦 我甚至都觉得 也不要结婚 就单身我一个人 一个人 谁也没有人来伤害我 来搅扰我 来惹我 我都甚至都这样 这些都是谎言 不相信 不相信 神会帮助我 那后来 当我越来越认识神的良善 当我也从过去的伤害的医治 我就知道说 原来这些谎言 拦阻我来经历神的良善 那我就祷告说 神那我 那我到底要怎么做 神就赐下他的话语来 菲利比书四章十三节 没有在这里 菲利比书四章十三节 就讲到说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凡事都能 所以你不是靠 我不是靠着自己 我要靠着神 加给我的力量 那就说明 神他会加给我力量 所以我要 所以当我又想靠自己的时候 我要求神 加给我力量 加给我智慧 因为就像提摩泰 就像提摩泰前书 所讲到的说 我们要依靠那后置百物 给我们享受的神 我们要依靠神 他会后置百物 他是帮助我们的神 所以我就要常常宣告 靠神的加给我力量的 我凡事都能做 你知道我要常常这样的宣告 让神的真理进入到我的心里 就像圣经上所说的 神要把他的律法 他的律例典章 他的命令 刻在我们的心板上 甚至有时候我 洗澡的时候 开车的时候 我都宣告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我凡事都能做 当我又觉得要靠自己的时候 当我又为一些事情 担忧的时候 我就要这样宣告 靠着那加给我力量 我凡事都能做 所以我们要问神 主那你的真理是什么 如果你觉得说 我常常很倒霉 好事都拧不到我 或者你也是像我以前一样 常常依靠自己 你来问神 求神把他的真理向你显明 你来宣告这些真理 这些真理就会取代谎言 就会改变你的心事意念 你的思想就会一直的被转化更新 那还有就是有的时候 我们没有正确的回应神的旨意 以至于我们可能就错失了神的祝福 就没有经历神的祝福 那神的旨意呢 其实在新约 在新约 神的旨意至少有两种 有一种是必定成就的旨意 就神的旨意必定成就 比方说主耶稣再来 不管你相信不相信 你同意不同意 主耶稣再来 将来一定会成就 将来 而且主耶稣再来是什么时候 是天赋决定 是我们并不知道的 不是你祷告 你祷告 希望主耶稣什么时候来就来 这是不随我们的意愿 但是还有一种神的旨意 是讲到神的渴望和意愿 祂的渴望和意愿 你比方说 在彼得前书三章九节 彼得前书三章九节 讲到说 神他 耐宽容 他并不是单言 主的应许没有成就 并不是单言 并不是他忍 而是他忍耐宽容 因为他不愿一人沉沦 愿人人都悔改 这是神的旨意 是不是 每个人都信主了 还是有一些人没有信主 所以这需要我们不仅祷告 也需要我们去出去传福音 像我们的家人传福音 需要我们更多的去传福音 去行动 不仅仅是坐在那里祷告 还有很多神的一些旨意 都是他的渴望和意愿 需要我们有所回应 需要我们跟神合作 才能够成就的 所以不是我们 祷告一下 然后就等着神的旨意成就 可能神要 我们去做一些事情 像我为教会祷告 为教会祷告 那 祷告我就领受说 神要扩展我们的教会 要使我们的教会更加兴旺 可是祷告一段时间 也没有看见成就 我说主 那我相信你的旨意 是让神的家要更加的兴旺 我也领受神的话 可是没有看到 我就问神 神就开启 就说 你要去祝福别的教会 去祝福别的事工 所以我们教会 我们教会 也有给出去的十一奉献 就教会也要 也要十一奉献 去支持别的事工 所以我们的教会 十一奉献 就去支持别的事工 去支持别的传道人 去支持别的教会 甚至有一个事工 他们在非洲建堂 我们就去 我们就支持 所以神有的时候是 要我们去做 祂要我们做的 而不是我们就是 就是被动的等待 因为神要祝福我们 神的旨意是要祝福我们 是有目的的 是要我们去彰显 祂的良善 祂的慈爱 像我刚才分享 我们找房子 我们租房子 后来神给我们 那么好的 三个bedroom的condo 而且那么价钱 便宜 祂祝福我们 是让我们更加的 去展现出 去彰显出神的良善 让人来认识 这位良善的神 所以我们家 常常开放同工 月有一次聚餐 同工会 有祷告会 小家聚会 就是小组聚会 所以神赐给你的祝福 不是你 仅仅你的家 你自己享受的 要给出去 要更多彰显出去 成为别人的祝福 那 其实我们常会遇到一些问题 你说神是良善的 可是为什么我的祷告 不蒙应允 像我刚才也讲到 有的人可能就会觉得说 我为孩子祷告 为家人信主祷告 很久了 多年了都没有 都不蒙应允 或者神的应许 还没有成就 你可能会说 那神是良善的 他不是会回应祷告吗 神是良善 他不会祝福我们吗 但是 我们确实会经历 有的时候会经历 祷告不蒙应允 应许没有成就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这个时候我们就 持续的来寻求神 来呼求神 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说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你们寻找就寻见 你们扣门就给你们开门 但是你们知道吗 这都是进行式的 就说你们 k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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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eking keep knocking 就是说要持续的 不是说我祷告 我祷告几次 我祷告一周 祷告一个月 是要持续 是要持续的 你寻求神 来呼求神 那诗篇三十四篇第十节 我们一起来读 哨状狮子还缺死人恶 但寻求耶和华的 什么好处都不去 阿们 所以寻求耶和华 什么好处都不去 所以我们要持续的来寻求 比如说你可以来问神 你说主 那我这个祷告不蒙应允 还没有成就 或者你借着你的话语应许 要如何做 我还没有看见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 你可以来问神 你可以来问神 有的时候可能你需要单独 跟神独处来问神 神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有什么能够做的 神你要我做什么调整 有的时候神会开启你 你可能需要 比方说你为你的孩子祷告 如果还没有成就 可能神会告诉你 你需要为你孩子做些什么 或者你对你孩子的态度 需要调整 或者是你要更多的去了解 去鼓励你的孩子 所以就是做神要我们做 神会开启你 像耶利米书33章 第三节说你求告我 我就应援你 并将你所不知道 又大又难的事 指示你 有的时候神会指示我们 带领我们 要我们做 做一些 我们需要做的 需要调整的 那还有 有的时候神成就 其实是超出我们 我们过去的经历 所以这里特别提到说 你不能限制神 有时候神是用一个 不常见的方式 比方说像在 列王纪下 列王纪下第五章就讲到 亚兰王的将军乃曼 得医治的事情 大家都记得 他去找以利沙先知 希望以利沙先知为他祷告 结果以利沙先知 连见都没见他 就派仆人告诉 告诉这个乃曼将军说 你去约旦河去 不遇欺悔 就得痊愈 所以乃曼就被冒犯到 就说 我大马赛的 大马赛的河水 不比你 比你以色列的河水更好 我何必呢 但后来他谦卑下来 因为他以为说 以利沙你要为我祷告啊 我才能够得医治 你都不见我一面 所以他就觉得说 被冒犯 但是当他真的谦卑下来 去约旦河沐浴 吸回 他就得医治 所以有时候神是用 我们可能没有想到的方式 来成就 那当我们一直面对 就是祷告没有被成就 或者环境没有被改变 我们会 会 进入失望 甚至沮丧 我们会进入失望 甚至沮丧 那如果我们一直在这样 失望 沮丧里 也会拦住我们经历 神的良善 当我们在 失望 沮丧 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我们就是来告诉神 来到神的面前 来告诉他 来告诉他 就像大卫那样 你如果读四篇 第四三篇 你会看到大卫就问神 说神啊 你忘记我要到几时 因为他已经感觉到 好像神在忘记他了 其实他在那样的 失望沮丧的里面 他说神一眼面 不顾我要到几时 他说神啊 朝敌身高压制我 要到几时呢 几时你才能回应 我的祷告呢 他就告诉神 他心里的这些 失望沮丧 但是在诗篇 第十三篇的最后 大卫却说 但我倚靠你的耻爱 我的心 因你的救恩快乐 我要向耶和华歌唱 因他用厚恩待我 你去看英文的版本 因他用厚恩待我 特别是讲到说 他神一直用厚恩待他 那是一个 就是现代完成式 就是说到如今为止 神都一直用厚恩待他 也就是说 他在这样的 失望沮丧的时候 其实他看不见 神现在的作为的时候 他去思想 神过去所行的 神过去是那样的 以厚恩待他 所以你可以把你的失望 焦虑 沮丧等等 都来告诉神 向神述说 你要知道神 没有在生我们的气 他是一个 总是心情很好 不像我自己的父亲 有时候心情不好 他的心情总是很好 所以你可以把你的这些 告诉他 那 神现在的作为 你就回想 神过去 曾经所做的 来激励我们 让我们的信心 再次被提升 那同样也 不被神冒犯 不被神 还没有做的 你期望神 为你做什么 但神还没有做 我们也不被这个来 冒犯 就是为过去 神所成就的 和现在 神 现在你所拥有的 来感恩 为神过去成就的 现在所拥有的 来感恩 其实像你们 看你们的会堂 你们使用这样 这么好的场地 这都是神的恩典 这都是神的恩典 我们教会也是 我们租了一个 美国人的教会 从2019年到现在 我们的租金 都没有涨过 我们租金就几百块钱 也非常便宜 而且他们的设备 太好了 音响 PowerPoint 什么都有 琴 我们什么都没有 但是他们什么都有 我们当时祷告的时候 就领受说 那地百物俱全 一无所缺 神就这样 我们什么都没有 他们 我们全都可以用 有厨房 有吃饭的地方 有青少年的 有儿童的 非常好 他们到现在 也没给我们涨价 这都是神的恩典 所以有时候 我为教会祷告 觉得 怎么还没成就 这个没成就 但是 我有点失望的时候 我就为过去 神所成就的 和现在我们所拥有 看到的场地 真的就 赶 就为这些来 赶恩 最后 最后 我想还有一个 拦住我们经历 神的恩典 就是有的时候 我们被一个 你的问题环境 卡住了 困住了 被一个问题环境 给卡住 困住了 因为你觉得 神一直没有改变 神一直没有做工 神一直没有帮助你 其实 如果你一直 陷在这个问题里 你把 解决问题 和改变环境 作为你的 目标 然后你就会 陷在里边 如果环境问题 都没有改变的话 你就会被卡住了 所以 仇敌就会使用 这些环境 这个问题 来使你怀疑 神的慈爱和良善 有的时候 甚至你就 钻进牛角尖 钻进牛角尖 你就停滞不前 或者是远离神 那仇敌 就可以使用这些 来偷窃 我们的平安 来毁坏 我们的信心 有的时候 甚至是 让我们 里面有苦毒 甚至 偷窃 我们的健康 杀害我们的梦想 但是主耶稣 他说 他来是要 叫我们 得生命 是得得 更丰盛的生命 这些问题环境 不是从神来的 因为神的儿子 显现出来 是要除灭 魔鬼的作为 所以 魔鬼仇敌 可以使用这些 来破坏 来搅扰 来偷窃 毁坏 杀害 但是神也可以 使用这些 问题环境 来使我们得到 更丰盛的生命 要使我们得到 更丰盛的生命 所以如果你有什么 被卡住了 被困住了 就像我刚才 前面讲到 你可以来问神 那如果神都没有 回应你 没有回答你 你就放一放 你继续的向前 不能被这样的 卡住困住 因为这是仇敌的轨迹 想使你远离神 有的时候你可能 一直都没有答案 这里也特别讲到说 与奥秘共存 就是你接受 神一直没有 给你这样的答案 但是你不被这个 给困住 要继续的想 继续的来 持续的来追求神 持续的来渴慕他 持续的相信 他仍然是良善 持续的相信 我可以经历良善 所以每一天 你都可以经历 神的良善 每一天 你都可以 真的是来 科目 要经历 神的良善 那我们来读 彼得前书五章七节 你们要将 一切的忧虑 谢给神 因为他顾念 阿们 所以不管大事小事 神真的都 看顾保守 所以你可以将你的忧虑 谢给神 我刚过去的 这个星期一 我去探访 一对长者 他们住在 住在那个 那个公寓里 是 有点像老人公寓 是 那个门 大门 你是要有那个卡 才能进去的 那我探访他们之前 我就打电话 打电话 然后微信 他们都没回 在想说 他们在不在家 但是神感动 我要去探访他们 其实要向他们 道歉 我们 我们那个春节的 春节那天 我们教会有活动 我就 分发奖品 然后我就 没看到他们举手 我们说 有没有跟随 读经进度的 有的话 我们就给奖品 那他也举手了 我就没看见 没给他发礼物 后来有人告诉我 我就觉得 哎呀 有点亏欠人家 我就说 我星期一去 给他们送礼物 跟他们道歉 结果 他们没接电话 我也不知道 他们在不在家 我就祷告 我说 主啊 我今天去 你让我去的时候 就有人打开门 我就不用 因为我进不去的话 我就白跑一趟 因为他们也没接电话 微信也没回复 所以 我说 主你就派天使 为我开门 我就这么 带着信心就去了 开车就去了 我把车停下 朝那大门走的时候 就有一个女士 从对面就走来 就在想说 是不是要去开门 结果她真的就去开门 我就这样 顺利的进去了 后来在电梯里 我问我 说你住在这里吗 她说 我不住在这里 真的 神就是为我派天使 去开门 我就 去 去给他们送礼物 给这对 长者送礼物 他们就很高兴 所以大事小事 其实神都在看顾 保守 每一天你都可以 经历他的良善 我在这里 我真的想挑战大家说 你是不是渴望 每一天都可以 经历神的良善 你是不是渴望 2024年 真的更多的 来认识 良善的神 更多的 每一天都来经历他 他是这样的信实 他满有恩典 满有怜悯 如果你这样的渴望 你也相信 从心里真实的相信 不再是头脑的知识 我相信真的每一天 你都会来经历他 像今天我看到彩虹 我就心里就好感动 说主啊 这就是你的良善 这就是你的怜悯 恩典 你不常常看见双彩虹 对不对 所以每一天 你都可以 你每一次来参加聚会 你说主我要来遇见你 我要来尝尝主恩的滋味 以色亚书30章第18节 讲到说 利和华必然等候 要施恩给你们 他必然兴起 好怜悯你们 神等着要施恩给你 神等着 等在这里 要与你相遇 要施恩给你 你是否愿意渴慕 你有这样的渴慕 每一次你来到他面前 你说主 谢谢你等着施恩给你 你说我来了 我来 我要来领受你的良善 我要来领受你的恩典 所以接下来 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神的良善荣美 来唱这首诗歌 大家站起来好不好 我像你们做的可能也听我听的有点不耐烦了 也许 所以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可能是对你们比较心 这里讲到神的良善 讲到祂的恩值 在唱的时候 真的你就说 祝我相信 我愿意来尽力 每一天 你的恩典扶持我 请正当我睁开双眼 知道我藏我 我要歌唱 神的良善 看不错 做什么 我送我 这首诗歌 我给你 我认为 我的歌 他什么 我认为 我的歌 我的歌 我跟我一 seen 我的歌 我认为 我的歌 我认为 我认为 亮晒柔美 我是愛你 你的臉沒有不改變 每一天 你的恩手扶持我 經常當我睜開雙眼 知道我疼我 你的顏色很長 你不要睡覺 可以嗎 很久了 是你的愛 你會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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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利子 好合格 你會睡覺 你會睡覺 好可惡 好可惡 真的要這樣不見 好可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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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生命期cych 要歌唱 升得量甦若滅 你的身影 禮我緊過水或失戀 黑暗中 如此掂 orbits 我的臉 天父,你是我良友 一生我擦,神的良茶如梦 一生心是对我鼓励 来相信,来领受 我一生美,要带我到永迷 一切足有生命奇迹 跳歌唱,神的良茶如梦 一生心是对我鼓励 接下来,你可以来问问你自己 有什么谎言拦住了你相信神的良善 有什么拦住了你更多的经历神的良善 如果圣灵有开启 有什么谎言 好不好,你也来问神 神那你的话是什么 你的真理是什么 我不要再相信谎言了 我不要再相信谎言了 我不要再接受谎言了 主那你自己的话 你的真理是什么 我要领受你的真理 我要领受你的真理 我要宣告你的真理 好不好 你来问神 或者神今天对你 对你说了什么 你就来祷告 你是不是也像我以前一样 只是靠自己 非常的辛苦 几乎 分开 求神对你的心来说话 让神是良善 让神是良善这样的真理 烙印在你的心里 不再是头脑的知识 不再是挂在嘴边的 是你可以真实经历的 告诉神 你渴望每一天来经历他的良善 来经历他的怜悯 他一切的恩赐 也许你现在 也被卡住了 也许你现在 也有疑惑 来告诉神 你愿意放下 你愿意让神 来使用这些问题环境 来制作你 使你得到更丰盛的生命 我感觉在我们当中 有的人 你好像正在一个十字路口 你好像正在面临选择 在我们当中 好像也有人 你可能 一直很难感受到神的同在 你一直所渴望的 你没有看见有成就 甚至有人可能 有伤害 你一直在绕 旷野 我感觉今天 神等着在这里 要施恩给你 他要用他的恩手来扶持你 他要来安慰你 我感觉神要向你说 他看见了 他听见了 他也知道 他也知道 他渴望帮助你 只要你愿意放下 只要你全心的来领受 神已经预备好一切 要来帮助你 神已经预备好一切 要来施恩给你 只要你愿意 不再用你的精力环境 来看神 阿爸父我求你现在 就将你丰盛的慈爱 浇灌下来 圣灵将天父的慈爱 厚厚的浇灌下来 阿爸 你渴望看见你的每一个儿女 都能够活出更丰盛的生命 你渴望看见你的每一个儿女 都能领受你的祝福 因为你愿意 将你极大极美的祝福 祝给你的孩子们 使你的孩子们 可以也去彰显你的慈爱 也去尝为别人的祝福 主我们相信 我们领受 你是等着施恩给我们的神 我们相信 我们也接受 你要使用环境问题来制作我们 来为我们能够得到更丰盛的生命而效力 所以主我们说我们愿意放下 我们愿意放下我们所抓住的 我们愿意放下我们所困惑的 主我们 主我们单单的要来依靠你的慈爱 主我们单单的要来相信 你是全然良善的神 我们相信 我们相信 你是等着施恩给我们的神 我们相信 你的恩典够我们用 主今天 我求你 用你的大能大力 来充满在我们的里面 因为你自己的话语说 你要按照你丰盛的荣耀借着你的灵 使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你要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 成就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 主我们相信 你是说话算数的神 你的话怎么说事情叫怎么成就 主我向你求一个突破的恩高 在我们当中 主你来突破卡住我们一切的 主你来突破拦住我们 领受你恩典领受你良善的 主你来突破我们的框框架架 主让我们全心拥抱 你是最良善 最有恩典怜悯的神 主谢谢你 主谢谢你 谢谢你的同在 主我们相信 从今天起 你要更多的来开启 更多的来向我们显明你的良善 你也要更多的对我们说话 你可以兴起人事物 来对我们说话 来彰显你的良善恩赐 来彰显你的良善恩赐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好大家请坐 谢谢 谢谢 谢谢